今年金门的蓝眼泪大爆发 从三月份开始成功上亿等海边 在半夜的时候总是聚满人潮 等待跟蓝眼泪相遇 4月5月底蓝眼泪更是高达高峰 追累达人建议县政府要力推 季节限定蓝眼泪游程 让旅客有更多的惊喜 水市所表示 是因为可能今年雨水太少 海水颜度变化不大 海底的营养源增加 适合藻类成长 所以金门今年的蓝眼泪爆发程度 比以往更多 蓝眼泪到底是不是污染呢 这个东西我也不能这样讲 毕竟蓝眼泪它是一种窝边毛枣 但是它是没有毒性的 然后可能是另外一种 就是其他的鱼苗 蟹苗那个食物 因为它可以取代一些我们所谓的药料生物 然后它的增长它可以取代吸藻之类的东西 然后当成一般的鱼类的食物 就是鱼苗的食物 相传在马祖老一辈的人把蓝眼泪叫做丁香水 然后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说当看到蓝眼泪出现以后 过没有多久丁香水就会爆发 然后所以说他们叫做丁香水 金门县摄影学会理事长许静熙也表示 他已经追了六年的蓝眼泪 今年的蓝眼泪的确有比往年多 从三月底到现在已经连续看了一个月 四月底才是金门蓝眼泪的最高峰 金门因为一直以来我们在蓝眼泪这块宣传的比较少 然后观察人也比较少 那今年来讲我们就有成立一个金门蓝眼泪系统 我们就把很多重要的蓝眼泪出现的位置地理位置 我们都把它标示好 然后所以今年追蓝眼泪的人相对会比较多 然后在社团上信息也会比较多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我们金门蓝眼泪今年大八王 其实是因为今天我们一直以来就是很多 只是因为我们线团的太少 然后看的人也比较少 那今年相对人多看的人多 所以信息越来越多 这一点对于游客来讲我们其实也是比较方便 你来到金门你如果要找人也可以 你只要追踪金门蓝眼泪说完 那相对你就可以得到很多很多实用的信息 公布最比较广的话 我们的经验来讲大概就是金湖镇的辖区的海域 大概从上益成功一直到富国敦到这些来讲都蛮多的 所以金湖镇也许可以考虑 然后在这一块帮我们宣传一下 在金门主要的蓝眼泪观测点有六个地方 包括关闹海堤 上益成功海岸 后湖的海滨公园 欧错沙滩 撂罗的南石湖公园 还有磁湖 根据脸书社团分享 目前金门蓝眼泪还没有进入爆亮期 可以在沙滩看到点点的蓝光 今年如果打算要追累 不妨到金门走一趟